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地高温明天都有机会超过30度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来看到今天早上主要就受到了这一道封面通过的关系 造成在北部有些局部短暂雨 还好雨不是很多 下午这封面离开 北部雨停了 阳光露脸了 其他各地今天白天天气状况都来得比较稳定一些 而等到明天 台湾附近主要吹的是一个偏南风 这南风会把南边的暖湿空气给带上来 所以天气状况就没有办法完全的稳定 明天迎封面地区 东半部整天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西半部的平地明天白天主要是多云道晴 但是下午的时候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震雨 前往山区下午要当心一些 尤其等到明天的晚上的时候 这南边上来的水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 所以等到明天晚上的时候 包括了中部 包括了南部 平地的地方 可能进一步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出现 接下来等到礼拜六的时候 这南边上来的水汽还会更多一些 所以礼拜六这天来看 全台各地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但中雨不是整天下不停 没有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 但有时候这云尘一进来 可能一阵的雨势又会来得比较大 一整天当中又以下午加上热力作用 降雨几率会来得比较高 局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 还好很快地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虽然还是偏南风 但上来的水汽会减少了 所以礼拜天这一天 降雨范围又缩小到东半部的局部地区 西半部主要还是以山区的午后局部雷震雨为主 温度部分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了 这封面过了但后头没有什么冷空气 甚至偏南风慢慢增强 今天温度比昨天回升 明天后天未来一个礼拜 整个偏南风持续把暖空气给带上来 温度明天当然会进一步的回暖 明天来看的话 在整个北部的高温是有机会来到31度 中部高温32度 南部高温33度 东半部高温也有机会来到29度 接下来包括了周末假期 包括了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提到都是这种比较暖热的天气形态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就要来看到了 明天白天温度高可以穿短袖 但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是有些凉意 怕冷的朋友还是戴件搏外套 在早晚派得上用场 西半部跟外岛金马地区 可能会有些局部浓雾哦 还有明天台北跟桃园是下风处 空气品质会比较糟糕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北部地区的温度会明显回升 主要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近山区午后可能会有些局部降雨 基隆22到26度 台北22到31度 新北22到31度 桃园21到30度 新竹22到28度 苗栗21到29度 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的哦 日夜温差比较大 中部地区明天白天同样温暖 但是早晚也稍微偏凉 另外在西半部明天会有一些局部浓雾 台中23到31度 彰化22到30度 南投22到31度 云林22到31度 嘉义也是22到31度 而南部地区呢 明天同样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台南25到30度 高雄26到31度 屏東23到34度 但等到晚间随着水气增加 南部中部也可能会有些局部降雨 至于在东半部地区呢 明天迎封面有些局部短暂的情形 尤其在花莲 宜兰21到28度 花莲22到27度 台东23到29度 而在外岛地区的天气呢 明天多云道晴的 宏湖高温28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各地温度明显回升 东半部还有西半部的山区 午后有些局部降雨 礼拜六水气会更多一些 等到礼拜天水气慢慢变少 下礼拜一的天气会更加稳定 锁定台湿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